从一名水下摄影师 到一名纪录片导演 我从来没有离开水下 直到灯光照亮这些残砖碎网 重拾故人的记忆 我找到了纪录的真谛 趁时光未老 我大步向前 哇 好帅 觉得好酷啊 今天有请出的这位工作高手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生活境界 就是我曾经说过的 享受生活而不成眠 看透生活而不消极 掌声有请 周芳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周芳 我是中国第一部水下纪录片的总导演 也是这部纪录片的水下主摄影师 大家能看得出来这条美人鱼多大年纪了吗 三十二 三十六 二十九 九零后吧 九零后吗 还是女人比较喜欢说实话 方便说出你的年龄吗 可以可以 我今年四十三 保养的好棒 人家天天在水下当然好了 对 那屁股泡的你看 没人鱼是不会的好 滋润 看看 你以前好像不是干这个的吧 对 从来没做过 我以前在投行 投行 对 一直做金融 既然说在投行就先问一下多少钱年薪 保守的说是一百万起 那是哪一年 哪一年 应该是在08年之前 08年之前 对 都是这样的 你学的什么专业呢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读的大学 学的是法学 然后在 对 本科 然后在美国读的NBA 学的是工商管理 在东北财经大学 学的管理经济学博士 女博士 那怎么就到水下面去了呢 我们都会认为 她的这种选择像发了疯一样 对 总得有点人发发疯嘛 是 其实我是 从读大学开始 一直就是喜欢做户外的拍摄 户外的记录 然后读大学之后 到研究生 到博士 一直是循规蹈矩地 在工作 在挣钱 在求职 在生活 只不过一直没有放弃 自己的这个爱好 就喜欢拍摄 喜欢记录 12年的时候 后来我跟家人去大宝礁 去度假的时候 下了一次水 下去之后我觉得 哇 就像 完全看到了一个 全新的另外一个世界 我才知道 哇 在我的身边 离我这么近 然后在我的脚边上 水下的世界 其实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回来马上就买了一台相机 然后我就开始 疯狂地在全世界拍 那后来为什么 又成为专业的 其实我拍到 一直拍到15年的时候 我就积累了 大量大量的素材了 然后我觉得 其实我有这么多的机会 去拍 去记录 其实可以把一些影像的作品 把它慢慢地 做成一个一个的纪录片 所以从15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了第一个纪录片 叫《寻找金沙》 然后还送到我们湖南去参赛 然后那一年还在湖南 得了一个奖 然后我觉得 自己可能还可以 在这方面有一点点天赋 然后所以我从15年开始 就把工作辞了之后 全职的在做这个事情 辞掉高薪工作 全面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对 这个决定很难下吗 不难下 我觉得 我是在选择一个生活方式 不是在选择一种职业 那你先跟我们说说 你在跨入这个领域之后 你遇到过哪一些困难 最大的困难 首先是一个专业的一个 行业的一个壁垒 所以其实15年开始 我就开始自费 自己去学上导演班 上那个户外纪录片的 那种培训班 就这边不挣钱了 这边还掏钱 去学习新的知识 对 我在17年之前 做了25部纪录片 都是跟海洋题材有关的 但是70%以上的选题 都只是一个主题 就是鲨鱼 因为我之前 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种生物 就是鲨鱼 所以我基本上 你为什么喜欢鲨鱼 我不知道 因为我可以感知它 你可以感知鲨鱼 对 我可以感知到它的 每一种不同类型的鲨鱼 它的性格 当我们感知到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被吃掉一半了 没有 那就是你 因为它是美人鱼 那是错误的 那是错误的感知 刚开始我只是把它当成模特 去记录它 然后后来我在全球 追拍鲨鱼的时候 发现每一种不同的鲨鱼 其实有不同的性格 然后我才会开始去研究 这些鲨鱼的个性 特征 被咬过 没有 但是被鲨鱼撞过 你是说你跟鲨鱼在嬉戏 也不是吧 就是意外的肢体的接触 你不害怕吗 不害怕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水下其实是一个未知的事件 我们就基本上别说碰杀 对啊 我们就看到它 就撒腿就跑 对对对 撒腿就有 撒腿就有 对对 那个碰撞其实是比较意外的 既然说到这里 我们来听周芳说一说 曾经在拍摄过程当中 出现过的一些危险 这事并不是只是我们看上去 那么有趣 探索往昔的红群洞 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永远不要离开我们的引导神 就我们有一根绳子一直要拉着 从入洞口开始就跟着我们身上一直行进路线 那个是我们唯一能够逃生和出来的唯一的一个参考 然后因为当时我看到 我和瑞雪看到这个盲虾之后特别激动 所以第一时间 我们两个人就马上拿着相机 就直接跟着这个盲虾就去了 作为一个摄影师其实很难停下来说 有一个主题在前面 我们不拍了 所以我们俩就一直拍 进到侧洞区之后 大概不到两三米的距离吧 我们就踢了几个呼吸之间 然后踢了两下脚譜 整个那个侧洞全混了 什么都看不见 我们两个就像觉得被关在了那个棺材里面一样的 害怕吗 真害怕了 那一瞬间真的是害怕了 真的是害怕了 比鲨鱼还害怕 我鲨鱼真没害怕 但是这个真害怕 那你心里想着什么 什么都想了 想我妈 想我女儿 想着我现在呼吸的每一口空气 可能都是在倒数 在倒计时 然后想着我自己现在心跳大概能有多快 然后想着完了我可能出不去了 可能我永远要留在这个洞里了 告诉自己冷静 否则呼吸加快 气氧消耗 就会有更大的危险 沿着洞壁把我们慢慢摸 然后一直往前 然后摸到的是一个死活痛 然后我们马上反方向又 顺着动地摸出来了 我觉得他还挺厉害的 因为密闭空间潜水真的是跟外面是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喜欢潜水的人都很勇敢 对 你感觉那下到那下面你感觉与世隔绝了一样 曾经我的教练跟我讲过一次 说如果你看到洋流 一个人在洋流里的话 你能做的事有两件 一个是跟他挥挥手 对那些事情给他拍个照 因为非常的危险 其实我自己也做过一次危险的事情就是 曾经我在洋流里救过一个人 但那次我上来以后 那个 我教练一直在骂我 我说你这是玩命 对 然后对方上来案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拼命地跟我磕头 其实我后来自己也在想 我说我是英雄主义吗 其实可能就是 我觉得潜水的人会觉得说 我不希望看见这个人死掉 同时就是 我感觉是 如果当我遇到这样的危险的时候 我特别希望有人能够救我 所以当时我就做了这件事情 这设备都你自己买吗 大部分的设备都是我们 你给介绍一下 对 像这个Red 这是Red一个电影机的一个防水壳 这多少钱 这个设备吗 防水壳吗 十几万吧 十五万 一个壳要十几万 对 那里面机器更贵 三十多万 那肯定了 这个是那个松下的一个防水壳 壳也要十几万 用不了 五六万吧 这个也是 这是索尼的系列的 大概也是五六万 这个呢 这个 这个就是我 这个是在我在水下的一个展示 潜水服有这么厚吗 这个是干衣 干式潜水服 其实身体里边我是不让它湿的 那个像买这些所有的装备 你全是拿你以前的积蓄赚钱 还是说现在其实这个工作 已经有一个持续的收益的一个过程 会有 现在刚开始我会拿自己的钱去买 但是实际上 现在应该说这个工作已经给我带来了 可能带了持续的收入了 因为 高吗 可以维持我们的生活吧 你刚才说了我们 那就是说你有团队了 对对我们有个团队 有股东了 有股东 有人投钱了 对 我自己其实也投资 我知道 但是还会有股东 那你说服别的股东进来投资难吗 不是特别难 但是说服他们做水啊 中国还是用了一点点时间 大部分还是靠自己是吧 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Cover ra然后再给你们